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接下来我们就请到了一个春晚舞台上重量级别的嘉宾 她就是陪伴我们有27年的小品女王 蔡明老师 有请蔡明老师 你吓死我了 我一直站你边 你喊什么 我就知道您两个激动 谢谢 谢谢大家 蔡明老师 咱们坐着聊 这桌布就按照您衣服买的 我这衣服就是这个桌布剩了一块布做的 您开玩笑 您真会聊天 我们栏目组知道您来 特别精心地准备了好多问题 主持人一精心 嘉宾就闹心 问吧 没事 问吧 在春晚的舞台上 K班我们已经有27年了 您的王牌搭档到底是谁啊 王牌搭档 风雨中 这点头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 为什么 什么老伴 老伴 老伴 哎呀 就是我 我温馨唱到这里 我也非常记性 我温柔 一时永不悔 往事只能回味 一同年时竹马青梅 两小五彩日夜相随 春风又吹红了花蕊 你已经也添了心随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灰 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灰 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老蔡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吧 在不见你的这些日子里我挺好的 你看这么多年咱们两个人 再没有在一起合作上春晚 我是不是让你有些失望啊 怎么会失望呢 对你我从来就没有过期望 怎么会怎么可能啊 咱们俩在春晚二十个初夕夜在一起啊 那到底 对了 今天我要给你带来一个惊喜 你看我给你带来了好多礼物呢 什么意思都是 我这一个礼品单你看看啊 小品父亲里的X光票 哎呀我的雷跳鼓呀 一跳一跳一跳的 红娘里的大褂 月阳电话的假牙 机器人区画里的长筒袜 有追星族的水杯 有卖房的合同甲 我的天哪 对不起对不起老郭 这些年我都没关心你 我都不知道你改收破烂了 这怎么能叫破烂呢 这全都是精品 这咱们俩演出的纪念啊 全国人民都知道 咱们两个是惺惺相惜的 王牌搭档啊 是吗 你是不是经常 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是啊 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是吗 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 特别恨他 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 派着你在台上大喊大叫 乱风乱风 狗狗 狗狗 哎呦 哎呦 不是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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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万岁 我这这是 这谁在这捣乱的这是啊 是我 这是 我在这捣乱的 我 阵仗好大 马牛靠边 我要嘚嗓 年年的春节晚会给你们带来快乐 要说春晚 一年一个样 观众若是不买账 我的心里就慌张 我是老盘头 专门喜剧的老盘头 换了搭档他就菜面 我们俩就很熟 我俩舞动跨过轴 我俩舞动肩膀头 我俩毒蛇掠狗王牌组合 新搞头 大胆 又坏了大胆 不打理别人 又傻样目光 女王就这样 你还能咋样 我就要这样 又近了又如何 快跟我跳 快跟我蹦 快跟我乐 快跟我笑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from my daddy hey would you get that body form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from my daddy 我收太奔了 i got it from my daddy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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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hat that the 没有担心你这个年纪的鞋调 我已经拿好了 我说老潘头 正在关键时刻 你在这儿搅和什么 我在这儿吃 我说老锅头 你刚才你是什么行为 我们俩在这个地方再锯手 好那好 我决定了我也要再锯手 你添什么乱呢 锯什么手啊 撑死你也就是个锯腿 对 大过年的吵什么吵 再吵的话我找郭德纲 老蔡老蔡啊 难道你真的喜欢那个脑袋上 顶个头那样的人吗 你到底喜欢是脑袋上顶个头的 还是喜欢在脑袋上没有毛的 还是喜欢我这可爱蒙蒙的 还是蒙蒙的吧 那我都问我 你 你 你 我 孤独站在这舞台 看着你们秀文爱 我的心中有些感慨 多少青春不在 多少情怀已更改 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掌声响起来 我心不明白 老瓜 你这是 爸爸 哦 你说 我是你的媳妇 我是你的媳妇 不敢胡说 那又老婆你们 我是你儿子的媳妇 我是你孩子的媳妇 谢谢爸爸 好好好 面丽 面丽 我别让我看 我别让我看 你什么 啊娘 好忙 那我就都在你的后面 真不要脸 你们要是欺骗 为什么呢 也不太亮咯 喇叭也不太响咯 哦 对对对对 哎呀老蔡啊 这头套你到现在还留着呢 二十四三年前 为了这个头套 你跑了好几个地方帮我买回来的 我一直留着呢 呃 国兄跟你实话实说吧 我跟蔡明听说你要来这期王牌对王牌 我们俩提前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为了等你 哎呀 老蔡 老潘 谢谢啊 春晚三十五年了 节目在变 搭档在变 可是我们的情怀 从来没有变 只要能给观众送去快乐 你们二位都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王牌搭档 当我站在这舞台 听你们鲜声唱出来 心中怎么能够不感慨 多少青春不在 可是情怀永不该 你们都拥有我的爱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宝贵的爱 宝贵的爱 相与我们同在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歌声叫回永远的爱 爱 哇 亲爱的 你告诉快点啊 前面就是我的家了 不是 第一次见你父母 我有点不好意思 放心吧 我们印度人都特别热情的 对了 我们还有一个风俗 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跳舞 到时候啊 你也一起跳 他们一高兴 我们俩的事不就成了吗 啊 好了 快走快走快走 走走 走走走 哇 哇 这个搭配好好 哎呀 一会儿我那可爱的女婿就要来了 大家赶紧模糊起来 是不是老婆子 是啊 真希望她是个能歌善舞的孩子 这样就能融入到我们这个快乐的大家庭了 嗯 嗯 那我们一会儿考验考验她 爸爸爸爸 我们回来了 你 妈妈 哇 哈哈 哦 那个 叔叔阿姨好 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吉米 吉米 我叫吉米 我叫我叫 非常好非常好 你也太热情了 我这进门刚来个自我介绍 就先整段舞蹈 你们对舞蹈的热爱 真是名不虚传呢 一样好像原来是学舞蹈的 所以她这比较擅长一些 心体好啊 亲爱的 你还适应吗 适应适应 你们家这舞跳得 有点防不胜防啊 丽大 叔叔 听说我的外星女婿来了 我过来看一看 叔叔您好 您好小伙子 你叫什么呀 我叫吉米 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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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我叫 吉米 我叫你美丽草 你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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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从哪里不起头 你叫你叫你叫你 怎么样亲爱的 你还挺得住吗 行行 没问题 我亲爱的妹妹 这是我的哥哥 哥哥您好 您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吉 我叫吉 您管我叫小吉就行 小吉 我叫吉米 吉米 我叫你 对不起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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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坐请坐 那个 我是长辈 我先说两句话好不好呀 好呀 那个我们在这呢 招待客人呢 方式就是跳舞 在你们国家有酒文化 在我们国家有舞文化 对 你们有事就喝酒 我们有事就跳舞 身为长辈 我先踢一跳 女婿来了 我赔一跳 好 我的成年老蠢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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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不错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小伙子 现在长辈们跳完了 该你回敬一跳了 来来来 吃 那个叔叔 阿姨 我平时不怎么跳舞 这样我分三跳 哎 小伙子 我们这不劝跳啊 能跳多少跳多少随便跳 行 那这样 我敬大家 我敬大家一小跳吧 哎呀 得大 这就完了 啊 你这是吓我们一大跳啊 对 这头一回来 怎么也得拉着一大跳啊 对呀 不是 阿姨主要我是过敏体质 就是我跳舞容易上脸 而且我最近喝中药呢 没法跳舞 哎呀 你这个孩子 一点不实在 你为了我 就再坚持一下 行吧 那我就 先跳为敬啊 好 都在舞里了 好好好 大家随意 哎呀 哎呀 小伙子 哎 你这个腿是假的吧 真的 叔叔 哎呀我这么好的成年老曲 全让你给糟蹋了呀 那曲是不错 我就是跳极了 有点上头 哎呀 不跳了 这聊点什么呢 小伙子 哎 阿姨这记性不太好 你叫什么来着 我叫极 那个 这样 你以后要是有事想喊我 你就喊 哎 哎 哎 不是怎么 什么 什么什么都能跳呢你们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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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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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哎 怎么样妈妈 他跳得不错吧 什么不错呀 你看看表哥和叔叔都在这呢 怎么也得进人家一大跳啊 对呀 不是 不是 那个 各位 我不是不跳啊 我主要舞量没有那么好 我实在是跳不动了 哎 行吧 刚才都说了 不劝跳 正好我家里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哎等等 你怎么就走了呢 没没跳完舞就走 这不太合适吧 行 那我就自罚散跳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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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我也走了 你怎么也走了呢 啊 你这还有点腹根呢 那 这样吧 叔叔 我把这个腹根给跳了 咱们背中舞好不好 啊 好了 走了 他们走他们走 我们继续跳 哎呀 哎呀我天哪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爸年轻时候也是个舞懵子呀 咱聊会儿天阿姨 就先不跳舞了啊 小伙子 哎 什么协力呀 啊 阿姨 我是研究生 研究生 我不是研究生 不是研究生 不是 是阿姨咱不说好了 不跳舞了吗 聊会儿天嘛 阿姨都有点情不自禁了 哎呀快下去吧 不跳了不跳了 聊会儿天 聊会儿天 那你多高啊 我一米八二 一米八 我没那么高 没没没那么高 你那后厨不干活 你这炒勺还拿着 你这哪那么爱跳舞去啊 就回去干活去 耳朵哪那么尖去 不是 阿姨咱稍微控制一下行不行啊 我爸妈呀 一高兴就爱跳舞 那我知道了 阿姨 您看 在今天这个高兴的日子里 咱们聊点丧气的事好不好 你爱聊啥聊啥 我自己找口跳 好好好 小伙子 你父母的身体怎么样啊 父母 抢救呢 抢救呢 不是抢救也跳啊 抢救就说明还有希望 你看你父母都在医院抢救你 还舔个脸过来提亲 说明你很乐观啊 为了你的乐观 我们跳一个 爸爸 这就别跳了吧 这是不太好啊 回去回去回去 你父母身体不是挺好的吗 我哪敢说挺好啊 一挺好 一高兴又该跳舞了 那小伙子这个收入稳定吗 特别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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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欠了外债两百多万 十多年了一直没还上 您看多稳定 为你臭不要脸的精神跳起来 跳起来 我为你臭 人家都这么说了 你就别为难人家了 是 好吧好吧 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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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 你等等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您说阿姨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吉 阿姨 阿姨 我没说出来啊 你先别起范儿呢 那个 咱不带玩赖的啊 我 我叫 你叫A 我不叫A 我 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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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没有理由跳舞了吧 她叫 不是怎么这样跳啊 我叫做 我叫KARA 我叫做 我叫KARA 哎呀 亲爱的 我实在是跳不动了 我再跳我就溜桌了 亲爱的 如果你爱我你就再坚持一下 他们这是考验你呢 好 为了你我豁出去了 舒沈阿姨 来吧 我跟你们拼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你今年多大了 我二十八 来呀 跳舞啊 走啊 走起来 跳 跳啊 跳啊 等着呢 二十八有什么好跳的 不是 你等会儿咱捋捋啊 刚才什么呃啊 呃啊 什么抢救呢 这都能跳 到我这二十八 怎么就不能跳了呢 我必须跳 我告诉你 虽然我舞量没有你们好 但是为了Leader 我跟你们拼了 来 跳舞 我二十八 我封锅抢救呢 我欠一屁股债 来呀 跳舞 跳起荒棍 行了 行了 小伙子啊 小伙子 行了啊 那个听我说啊 听你说 我没完啦 跳舞啊 快 跳舞来呀 谁怕谁啊 我告诉你 我不怕你们这帮舞梦子 我以后也是个舞鬼 跳舞是不是 对 跳舞 来呀 跳舞呀 来呀 来呀 对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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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刚才不应该撒五分 虽然你跳舞的样子很傻 但是你敢跳 敢为我女儿跳 说明你对她是真心的 好吧 骗你这个臭小子了 你们的婚事啊 我同意了 谢谢叔叔阿姨 那个我今天也表个态 李大 我会爱你一生一世 我也爱你 吉敏 吉敏 我这怎么 我这几名都洗错了呗 我说你不认为卖掉这名啊 对 你脱了 快去脱了 你脱了 再脱了 再脱了 我再脱了 有点烦人 看来 怎么卖掉我自己 这次表白能不能成功 就看你了 小斐 你怎么才看见我信息啊 对对 我就在你们家楼上呢 听听了吗 对 是我坐的脚 你爸换灯泡呢 灯泡到嘴里了 那你帮我跟叔叔说声抱歉啊 小斐 你上来一下呗 我有事找你 你别问了 你上来你就知道了 楼上楼 你多穿点 你已经到楼上了 我接你 小斐 你看 看什么 你不找我有事吗 事 非了 张若宇 你这大半夜的 你是不是又耍我呢 你要没什么事 我回去了 我爸嘴里还含着灯泡呢 不 行 行 我有事找你 我找你看那个 看看 看看 看看星星 星星有什么好看的 流星 哪有流星啊 你这么看呢 我回去了 你关门干什么 小斐 你坐 我真的有事找你 你坐 说 你能 让个位子吗 亲爱的张小斐 我不爱你 小斐 你老这么怼我 你有意思吗 张若宇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行 小斐 我想大声地告诉你 小点声 干什么晚上啊 大晚上喊什么喊 不是 不知道别人失恋了吗 我失恋了 你看我喊了吗 大哥 我这表白呢 表白怎么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有病啊 出言不逊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有病啊 你有能力你过来啊 你过来 我就不信你敢过来 乖乖 小的你等我啊 诺云 你跟他叫什么劲呢 万一他真过来怎么办 我把门都锁上了 怎么过来啊 是啊 我过没过来 我问你我过没过来 大哥你怎么过来的 蹦过来的 你厉害 你知不知道这是28楼 知道 知道还不赶紧过来扶我一下 好不好 太吓人了我跟你说 我刚才从那里蹦过来 那都给我 你刚才跟谁喊的那名一样 大哥我跟你开玩笑呢 以后别总瞎开玩笑 容易出人命容易 别瞎开玩笑啊 我走了 小飞 我接着跟你说吧 哎呀 你别说了 我是不是哪儿做得不够好啊 我想问问你们 有没有改追 大哥你又不是走了吗你 不是我刚才这一使劲 把这个 把马手弄掉了 有没有改追 那怎么办呢 放行 放行 妈 这一切都在我的运筹威勃中 你放心 我把门撞开 你起来 起来 起来 不是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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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话 你别说话 大哥 你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我想说 门是往外开的 赶紧打电话求救 对 幸好我带了手机 没电了 不是 我能听到你什么 关键时刻还得看我的 我打 你怎么不打呀 出门太着急 拿成空调摇控器了 不是 你那手机是白子 你这空调摇控器是红的 这怎么能拿错呢 我新买的Vivo X20啊 他们刚出了一个新要红 我看很好看的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是不是 这回这里完了 那玩不了 玩不了 不是还是我大哥呢吗 确实完了 那怎么办呢 咱们彻底跟外界市区联系了 别急 别急 冷静下来想想办法 找找可能可以利用的东西 赶紧的吧 找吧 快点啊 太着急了这都 小伙 这是什么 紧急呼叫 赶紧试试 您好 大碗社区物业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现在就咱们 我呀 我们现在就 我们被困在天台上了 快点派人来救我们 你们在几号楼 你起来 六号楼 这门也坏了 这门把手也坏了 这怎么对讲也坏了 你们看用这个 能不能把门撬开 不行 这门一线生机 让你给绝舌了 啥意思啊 没事夸你呢 怪我了 没事 没事 我冷静地分析啊 这事怪我 刚才大哥脾气 态度点不好啊 抱歉 我错了 认识一下吧 刘夏 若云 是不是有人被困里了 上来了 上来了 是无约的人吗 对 里边人听着 你听我喊三个数 然后你就撞门 好 三 二 一 看没看见楼上被困的人呢 问你们话呢 娃子 现在的人呢 都太麻木 可不咋的 又一个恶作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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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别走 你刚才说的是几号楼 六号楼啊 这怎么是六号楼呢 这是七号楼 这不是六 我用错了 这怎么办呢 别急 别急 小飞 我就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 我又想到一个点子 该说 咱们把求救信号写在纸飞机上 把纸飞机扔下去 万一被人捡着了呢 张若云啊 你能不能弄点有用的事啊 一天到晚跟我说超级英雄 超级英雄呢 你看哪个超级英雄 拿纸飞机救人呢 你俩都不识 行了 我说两句啊 我们三个现在是一个天台上的三个蚂蚱 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怎么就不能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 像我们男孩子一样 谁说女子就不如男呢 这刘大哥讲话里太偏 我这不一直在这跟着 跟着急呢 妈 行 行 行 小伙计 你过来 你别你别飞了啊 你说他两句 我怎么说你就不听呢 这我真是得说两句公道话了 你看看 大哥你就是话多 你俩真是天生一对白眼狼 我得遇见你俩 太冷了 小飞 要不咱们俩拥抱取暖吗 嗯 我不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乎这些 哎呀 人家不想抱 抱 他不让你抱 我让你抱 大哥你不是不过来的 我太冷了呀 咋 哎呀 你别这样 我不想抱 不是 大哥我俩这正在 你这是 什么意思 取暖费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把钱收回去 若云 是呀 感谢啊 这样 不打扰你俩 我去看看那个电线啊 你把衣服给他 你不冷啊 哎 小飞 小飞 你不会是在关心我吧 谁 关心你了 我有这时间 我还不是关心关心我爸呢 嘴里灯泡还没吃 小飞 我就把没说完的话说了吧 我听着呢 我虽然只是个画漫画的 但是 我知道你一直都没有嫌弃我 虽然我现在没赚到什么钱 但是我 我不在乎钱 只要 你能踏踏实实的 别总像今天这样骗我就好 我今天真的不是想骗你 我真的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行了 这一切 这些都是上天的安排 这是什么 上天的安排 小飞 你看 太浪漫了 我爱你 小文 我是小文哪 匪 匪文哪 这个小伙子多细心你说 小伙子 你这个匪文女友也不错 我留下 要是能找上这样一个女朋友 我就心满意子 你因为我在天台上见面 是不是就想趁着天冷了抱我呀 没有没有 我不是这么想的 你为什么不这么想 嗯 不到风子多有心雨 洒满天井 现金远就只限模仿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有许多 转身 楼顶的人都听见吗 我们是大碗救援队 我们接到一个嘴里含着灯泡的老先生求救 可有人被困 我 我爸 是飞机飞进你家了 你们别着急啊 我们现在啊 就开始对你们展开营救 这儿 这儿 你们几个别紧张 放轻松 我马上下来救你们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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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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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往后 坐上了 往后 楼上的人听着 我们的营救方案宣告失败 但是放心啊 我们还有B方案 就是 你们自己跳下来 行不行吗 这 跳下去啊 请你们从西南面跳下 我们会从防护店的旁边 等待着你们安全着陆 西南面就是这边 这 跳下去啊 不是 赶紧的 快点 快点 这太高了 八月圆 这不二十八楼吗 你不是总说生活中 没有超级英雄吗 今天 你就把我当成你的超级英雄 抱紧我 那个 超级英雄啊 你这怀里还有没有 多余的位置 不是 大哥 我们俩是天生一对 那你在这儿算什么呢 天生 一对伴呗 小斐 你喜欢看流星吗 喜欢 今天 我带你做一回流星 不是天生一对伴吗 对 我 是我 我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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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说话的 不许说话的 每个人都只会说真话 人们真诚地表达 同时也单纯地相信 在没有谎言的世界里 爱情可能会是这样的 又看杂志 老公 我问你 我跟范冰冰谁漂亮呀 范冰冰 老婆 你还生气了呢 那你怎么不问问我 我爱谁呢 老公 那你爱谁呀 范冰冰 因为人们不会说话 甚至连广告都直言不会 大家好 我是翟天林 这就是我刚刚 用了三年的时间 研究出来的一个最新产品 技术不是很成熟 卖得也很贵 擦了也不会长出一根毛 但是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买它 经理 卖出去多少瓶 我一瓶也没卖出去 你那脑子里边装的是啥呀 就你研究的这个生发药水 狗屁不是 赶紧给我收收破坏卷滚蛋 怎么有个钱包在这儿啊 这么多钱 这要是我的就好了 住手 你拿我钱包干什么 没有啊 你是小偷 不是 我路过这儿 走 我要报警 不是 你听我说话 你听我解释吧 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路过这儿 哎哎哎哎 这钱包是我的 是你的 对 对不起 我搞错了 你看啊 咱俩这个钱包呀是同款 我的钱包里面呢 有我的名 我叫刘洪霞 我看看你这个 刘洪霞 咱俩连名都一样 是吗 不好意思啊 确实是我搞错了 我还是去找我的钱包吧 不好意思 再见 整个的情况它就是这样的 现在这女的包还在我手上呢 明白了 嗯 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都是假话 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假话 天理什么是不符合事实的假话呀 我是你爸 爸 你看我是你爸吗 不是 但我现在说我是你爸 爸 什么时候 你看着啊 嗯 你看那太阳 它马上就要掉下来了 你去 哎干什么 天理快躲起来 你把人踏 快点 出来吧没事 太阳还在那呢不是 你看 哎 哎 真是好 不是 现在你再明白了吧 不明白啊 我再说吧 哎 看着啊 嗯 看着这本杂志 嗯 跟我念啊 嗯 吴君如 是我媳妇 哎 哎 恭喜恭喜 恭喜 哈哈哈 我念啊 吴君如 是我媳妇 吴君如 是 陈可欣媳妇 哈哈 文老师啊 再来一个 要牙啊 来 吴君如 是我 媳妇 明不明白 哎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哎 我我我也我也试试啊 试试试试 来 沈腾 他笑起来 一个褶子都没有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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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足冲击十几杯 Vivo X20 逆光拍照 也清晰 这是一句识 哇 太神奇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天理 恭喜你们二位 你们刚刚学会了一项最新的技能 我把它称之为 说谎 说谎 你们干啥呢 经理 我刚刚想到了 有办法 翟天林 我不是让你收拾铺盖卷滚蛋吗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给你什么一次机会 你瞅瞅你那个样 再看看你这俩狐风狗友 起来 你瞅着办公室叫你们造的 就你这样的翟天林 我告诉你 你要能卖出去一瓶生发业 我都管你叫报 还经理 我刚卖出去一瓶 你卖出去一瓶 有什么可值当骄傲的 过去吧 报 哎 你过来吧 上班期间为什么不穿西服 经理 你穿的西服是我的 妈呀 穿错了不好意思啊 你干啥呢 经理你那条裤子是我的 不对啊 是我今天新买的呀 买这也整错了 真真真是 哎 大聪 嗯 经理为什么把你头像印裤衩上了 我经理你这裤衩是不是也得给我 大聪 给经理留一件吧 没事的经理你忙吧 嗯 那个好好工作啊都 嗯 我衣服呢 哎 哎 天理 太想起来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哎呀 天理 咱们现在学会这个说谎的技能了 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 我要让全世界都用我的生发药水 是 是 是 哎 哎 大哥 我看你的发际线很往后啊 用下我们的药水吧 用这个能长出发际线吗 我保证你用了之后发际线马上粗粗粗往外长 来一瓶 我这 来瓶生发水啊长头发 我有这个必要吗 用了长鸽 给我来一瓶 近日一种用过之后能够长命百岁 可以治疗脱发等三百多种激进的药水 风靡本事 三位离夜之间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英雄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的说谎言 因为谎言能给我们带来一切 让许为快乐的生活走进你身边 便有钱 我便有钱 我不会惭愧的对你说抱歉 便有钱 我便有钱 然后自信的说生发灵它就是一切 如果有骗我有钱 我先骗它一整年 飞机跑车全都买 继续编造那谎言 不 挣钱不放弃 谎言的游戏再继续 生发灵它如此给力 销量排行找上去 便有钱 我便有钱 金钱陪在我身边 坚定了重度便有钱 我便有钱 整理思绪 继续努力谎言 创造了新世界 真不爽 痛快 我们仅仅用了三个月 就赚了我们一辈子都赚不完的钱 爽不爽 不爽 不爽 因为我妹说实话 你找的那个记者应该马上就到了吧 到了 你们好 我们是大碗播报的记者 我们约好的来采访 你好 想问一下三位 是怎样一个机缘巧合 让你们产生了这次合作呢 他们两个啊 自从用了我的生发灵 马上就决定加盟我了 你要知道 不于之前没头发 你看现在 一根都没有 全是头发 还有大葱 大葱 大葱你给大家讲一下 我这个人不喜欢头发 您是做生发产品的 为什么要留光头啊 因为光头强 这个回答非常棒 那下面一个问题啊 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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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之前我发肌线靠后 你们跟我说 你们这个生发灵能长出头发 那光长发肌线呢 还有他们 给大伙看看 我发肌线的 哎呀 你头发长这么多 你来干什么 我不是头发的问题 我是确实不长肝 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对不对 赔钱 赔钱 等等 你们这个药啊 它用的不对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呢 这个得连续的 吃一百瓶 它才能够长生不老 长头发 一百瓶 这么说我们还没用到量 没有 那我们错过你了 我再买一百瓶 我来一百瓶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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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门左拐去仓库提货 好不好 好 再见 再见 虚净一场啊 但是我真正领略到了 贵公司这款产品的销售 如此之火爆 真不愧是在短短的三个月内 净盈力达到了一千万 祝贵公司越来越好 本次采访 结束了 再见 再见 慢走啊 没事的 说说吧 说说吧 我们的财务都是你管 明明我们的财务报表上 是盈利了八百万 怎么就盈利了一千万呢 记者说谎了 记者不会说谎 是你说谎了 对不起 我妈妈前两天生病了 需要一笔手术费 我实在是没办法 你早说嘛 咱们是兄弟 你有什么事你瞒着我干什么呀 阿姨现在怎么样了 我妈昏迷不醒 医生说 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儿子 儿子 你让妈帮你买那房子 妈都给你买好了 来 这是钥匙 我先不说了啊 我玩滑板去了 现在这个医疗水平 太发达了 天哪 我没骗你 我没骗你 你撒谎 我妈昨天就是起不来了 你就是在撒谎 今天偷站起来 行了 别吵了 都是自己兄弟 咱们挣了这么多钱 兄弟拿三十万买个房子 怎么了 天理 我花三十万买房是我不对 可你别忘了 咱们可一共少了二百万 还有人花了一百七十万去买车呢 谁花了一百七十万去买车 我 大哥 你怎么回事 你这不是说在骗我吗 我骗你什么 你干什么 还说没骗我 我没骗你 没撒谎 你就是在撒谎 我没撒谎 你就是在撒谎 撒谎也是你教我的 你给我滚出去 天理 你给我好好说话 他骗我 骗你怎么了 你没骗人哪 你把顾客骗成什么样 你今天跟他们说用一百瓶 明天呢 一千瓶啊 一万瓶 我现在 每撒一个谎 我都要想一百个谎来圆他 我 我跟你说 天理 我妈一直到现在 还以为我是联合国秘书长呢 我要是无骗人 你们两个能有今天 可能没有今天过得好 但是 一定比今天 过得踏实 我不想撒谎了 好自为之 您好 我要买一瓶生发药水 买完了 明天再来吧 这不是还有吗 我说了 我卖完了 是你 刘洪霞 刘洪霞 你怎么在这儿 我胃不舒服 就想买点药水 这菊花是怎么回事啊 我妈妈去世了 都怪我 把钱包弄丢了 没有来得及给她交手术费 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你怎么了 你干嘛呀 我是来买药水的 你不用给我钱 你不用安慰我 我相信 我妈妈在天上会过得很好 偷钱包的人 也一定会有她的报应 一瓶药水 再见 喂 警察局吗 我要 分手 据报道 最近很受欢迎的神奇生发水 突然停止销售 其创始人举报 自己因为破鱼卖出药水 说了一些违背良心的话 适合本意 至今没人能懂 更奇怪的是 之前购买药水的消费者 都莫名地收到了 全额推款 我叫翟天灵 因为我的谎言 给别人带来了灾难 我决定从此不再说谎 活得 简单一点 来来来来 怎么又来了 快快快 快走快走快走 天灵啊 咱能不能别一句餐就来你家 你媳妇做饭太难吃 是啊 叔叔好 哎呀 闺女也在呢 闺女越来越像你了 长得越来越丑 哎呀勁这么大 媳妇吃饭了 来啦糖醋排骨 你看见没我说啥 快走 一看它就不好吃 它做得跟后脚跟的似的 不可能 老公 你尝一个 尝一个 好吃吗 这确实很难吃啊 不可能啊 来 露露尝一口 啊 嗯 妈妈做的排骨不好吃吗 妈妈做的特别好吃 我给你打电话就回来了 妈妈 哎呦我天呐 大儿子 哎呦我的大儿子 我让妈看看 哎呀 又瘦了啊 你看你这孩子 回就回呗 给妈买啥礼物 这孩子 妈不缺围巾 家里好几条呢 那是秋裤 你买这泡玩意干什么 我买的 你买这玩意挺好啊 来 我给你看一下 这条秋裤啊 这个叫做 引力波抗癌秋裤 这都是好东西 好了 你买这么多 得花好几百块钱了吧 光这条秋裤八千 好了 你这也太酷了吧 哎呀 花你妈的钱怕啥呀 别跟我提钱 我嘴都起泡了 这啥 孩子回来了 赶紧来吃饭吧 我爸呢 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不可能 你爸过了好着呢 我说自己吃饭 那小鲜 我吃饭 我吃饭 我就吃饭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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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饭 做成这样了吗 爸 你们看我爸 伺候你们俩伺候的 都成啥样了 爸 儿子给你做主 你有什么想说的 你就大声喊出来 有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爸 你别忙了 别忙了 坐下吃饭吧 来来来 坐 你爸这一天呢 上午瓜大白 下午杀瑟瑟 晚上手都没洗 就给你做饭了 我说是没人家反味的 你尝尝爸亲手做的 这个手把饼 爸 那个 我不吃 我不吃了 我那个回睡觉了 我吃饱了 吃饱了 刚回来就进屋啊 爸给你收拾收拾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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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走 你们走 你饭都不吃了吗 不是 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行吧 行吧 那我睡觉了 你们走吧 我陪我大孙子睡 老师 你也出去 就跟小时候一样 我搂着你跟你捂酒 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 你老现在瘦了 还不占地呢 哈哈哈哈 老师 你睡觉声大 你点声没有啊 放心吧 老 来 小林啊 我挺好的 我刚到家 你床上呢 我在外面 出垃圾 出垃圾 你放心 钱我肯定弄到 等我凑好三千加七一过 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 拜拜 哎呀 新啊 太新了 哎呀 还夜转日呢 对啊 还转场了 爸 爸 爸 干啥 工作呢 哎呀 你别在这儿演了 我妈早走了 爸 爸 爸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啥事儿 那个 我想借点钱 多少钱 不多 三千 不是 儿子你也知道 爸也是没有钱 一般呢 别人家都是男主外 女主内 我们家是女主外 女主内 那你煮啥呀 我煮粗糊 你看 妈呀 妈马上来了 我赶紧煮粗糊 去吧 她去吧 我回来了 拉巴粥煮好了吗 别说话 媳妇儿 我先自罚三跪 等会儿 跪这个 儿子 你回屋休息一会儿吧 不 没事 爸 你看我刚回来 我想就跟咱俩二人都亲近 亲近 来你的 来 来 这时早已埋伏在车厢连接的 大点声 大点声 这次演习是广州铁路警方 积极开展大面并活动的训练项之一 还有 被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你爸都跪着 带你看店全身特别 我回来了 我的大孙子 妈 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 出新款了 闺女 来 我给你试试你那条秋裤 有XS的 那是最小的 妈 想贵着呢 完了吧 省点电 他之所以这样用精良 不是 你干啥呀 啊 你就不能被爸出出头吗 爸 我跟你说 我 我从今天开始 我保护你 太好了 这啥意思 保护费三千 还行 市场价 你这样啊 爸现在没钱 但是你等落个23 爸开工资了 总给你好不好 成交 大俊娜 起床啦 咱不到啊 晚上不睡觉 白天起不来 因为这晚上好怪你 打扫打扫卫生吧 我妈就是这样 妈今天让我起来吃饭 打扫吧 让人多睡一会儿吧 爸 女生 这才6点半 把你吵醒了 没事啊 爸 你就接着睡 你说你这不咋睡啊 我不睡了 不睡了 行 妈也不收拾了 妈 今天几号 今天腊鱼23了 腊鱼23了 儿子 你看啥 小红包 小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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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好吃呢 那个手是什么呀 哪个手啊 那个手 没东西啊 都掉地上了 不能 工资 下次直接交工就行 不用套红包了 好的领导 吃包子吧 妈 你怎么不小心点呢 因为你爸废了 彻底废了 你别太难过 我再跟我妈要 这样啊 爸叫你一声歌 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 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没有问题老弟 太够哥们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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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没有 不是嘛 没有 不是 你知道我说啥事吗 就没有没有的 除了借钱 你还能有别的事吗 没有 我跟你外面学什么好东西啊 那个大男人 成天不是平平灌灌 就是喜喜涮涮 要么就围个灶台转 一点出息都没有 这话你要是这么说 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 你看我爸爸在家里打扫的 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还对你来 这整着没用的 一个套一套的 看她用上火 哈哈哈哈 我全政府给护坏了 妈我跟你说 哎呦 你别总生我霸气 妈就想给你讲一个道理 值不值得 这样吧 来 拿着吧 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 知道吧 谢谢妈 陪妈看会儿电视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法制在线 近日 老年人保健用品诈骗之间 引起了社会广泛观点 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考 大娘啊 您买这些保健用品 得好几百吧 好几百 光这个秋姑啊 就八千 不是 妈 那不和姥姥吗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不光我买 我还推荐呢 我们隔壁老锅头也买了一条 这秋姑才好呢 钱给我吧 不是妈你干嘛呀 我把你锅带的漏洞给补上啊 干什么 哎 媳妇儿 你说我多不容易 新年挂彩 就是为了给咱们家 涂个好彩头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谁不干活啊 谁不干活啊 啊 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去干啊 谁不干活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人家多年都捡个福字 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我不行 捡点钱嘛 啊 熊大 来看 姥姥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这个是福到了 姥姥你看看我这个 你看我这个 怎么样 啥意思 你知道吗 这个是倒贴钱 哎呀 老弟来了 狗家包饺子呢 啊 就老呀 哎 那个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个你看咱都半年了 你是下一步 你是不是得进行一下 真臭小子 早给你备好了 拿着吧 多少钱 三千 谢谢就老呀 正好 正好 什么 你叫老爷 重孙子一会儿过来 你作为长辈 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那我给他多少啊 哎呀孩子嘛 少给一点 给个五百就行啊 行吗 那只能这样了 别玩了 进来吧 快快快 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 来 三二一 整 万事如意 过年好 哎 好好好 来 我抓住就好了 哈哈哈哈 七个 五七三千五 你看啊 这是那三千 对对对 搭搭五百 哎呀 你赔五百 孩子们 下一站 你二股老是家 车 哎哎哎哎 老魏呀 老魏 头归饺子过两分钟了啊 哎呀 哎呀 媳婚 弄馅了 盅片汤了 来来来 哎呀 这样 我 我再下一个过去 不用不用 年三十 给你放一天假 媳婚 妈 过年好啊 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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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公来 尝一个老公 好 哎呦 哎呀 这箱子里面 棒的二十斤男滚梨啊 回去都给你同学呀 老师啊 分一分啊 大勋呐 回去之后呢 多读书 少熬夜啊 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 得给妈穿上 就知道 妈我这么大了 你别总操心我了啊 行行 老魏啊 喂 喂 儿子走了 儿子爸干活呢啊 不送你了啊 注意安全啊 行 爸妈我走了啊 走吧 我真走了啊 走吧 不是妈 那个穷家富户 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 就不送你了 你咋的了呦 口腔溃疡啊 你老儿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 新啊新啊 采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哎呀姥姥 我穿秋裤了 我不要秋裤了 不满秋裤了 这个 此感线切割手套 你不是就让人骗了吧 骗啥呀 我跟你说 这个手套戴上啊 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 祝你健康 拿着来 什么 冷带啊 爸妈啊 姥姥 我走了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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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吧 喂 小丽啊 那个钱我没 没 没要到 对 回一笑说吧 拜拜 经过一冬天的大雪过后 鸟儿有没有回头 经过一冬天的等待之后 回忆有没有溜走 太早凉起的路动 晚风 无明不暗的灯 擦肩了 我哪儿得回去 人们解释 你不见的宗敌 大雪 找人吗 信尽 同学们 开始上课了啊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中国画 这幅画中的人物是谁呢 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娘娘 这个人物 她的一生是非常的悲凉 老师 我有点不同的看法能说一下吗 当然 我从她的眼神中没有看到什么悲凉 而是看到了一丝丝的等待 来 张药 你过来 仔细给我看这个图 仔细看 看 看看她到底是等待 还是悲凉 什么都不懂 你了解娘娘吗 就跟我们讲娘娘 来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幅图 这幅 这怎么那么空呢 来 咱们画一些东西啊 一个丁老头欠我俩求求 我说三天还 他说四天还 转了一大圈 买了三根韭菜 然后呢 花了三毛三 买个大西瓜 花了六毛六 还剩八毛八 这样就完美了嘛 你画什么呢 老师 我觉得这有点空的话 我画了一座假山 好啊你 破坏教材 是不是 你 你们几个下课 来 尝尝啊 来 你给我过来 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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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给我看 看不出来东西 我今天 娘娘 你好美啊 你好美啊 好熟悉啊 我们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娘娘 你三思啊 你三思啊 罢了 皇上既然与我已经恩断义绝 我即使留在这世上 又有何用呢 皇上 皇上 你害得我好苦啊 别罢 我就勒死自己得了 娘娘 你 你这自杀怎么像闹着玩似的 你们都别拦我 娘娘 你不能死啊 娘娘 你不能死啊 海公公 海公公 别碎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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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你看 你看 我就说不能盯着你看吧 我这让梦演着了 这梦得也太真实了 娘娘 我老喜欢你了 我 打你一张红 别闹 在梦里不带急眼的 放肆 行了 我们该上路了 娘娘 我再先走一步了 娘娘 那奴才也先走一步了 你这是先跑一步 该你了 我 我不能死 为什么呀 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小孩子 小孩子 我 我是你的贴身太监周宁海 我 我这笑声 我这首饰 我 我这嗓音 我 我怎么那么娘呢 你都娘了半辈子了 怎么才发现啊 我 我这 我不完美了 皇上 我伺候你这么久 没想到零了 陪我的竟然是 半个男人 你爸 我不活了 皇上 皇上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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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冷落你 所以你要自杀对吧 这很难猜吗 这四十多遍电视剧 我可不是白看的 我来得太是时候了 娘娘 不就是因为皇上不喜欢你了吗 我带你找皇上去 只要见着他 我一定能让他喜欢上你 走 你好 我就说嘛 皇上不允许我们出这宫门 根本就见不着他 既然咱俩出不去 那就找个人把皇上叫来 这宫里还哪有人呢 我有办法了 太好了 你还在这 来 老丁头 老丁头 你的生命是我给你的 你现在去把皇上给我叫来 娘娘小心 这个小黑胖子 看我一枪处死你 跑 还跑 站着 站着还跑 抓不着你了 是不是 你还跑 小孩子 就算是把皇上找来 又能怎么样 他的心已经不在本宫这儿了 娘娘 咱们啊 咱们啊 凡事得换个角度去想 你看 就比方说这白灵吧 他呢 能带给你死亡 没准也能带给你快乐 快乐 没了皇上 还有什么可快乐的 只要把它稍加改变 就能变成一朵美丽的 白莲花 好看吗 娘娘 好看 娘娘 只要你听我的 皇上一定能喜欢上你的 娘娘 你看人家缓缓 多懂事 见着皇上不叫皇上 叫四郎 你再看看你 成天皇上皇上的 多见外 你就管皇上叫 老四 老四 还有你这姿态 太高傲了 你啊 见着皇上得低调一点 来 我这有扇子 拿着点 喊 老四 老四 亲切一点 老四 拉点长音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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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花铺 长得多带劲啊 老四 那个 娘娘 老四 娘娘娘 那个 你这有点太接地气了 那个这样啊 我教你几个比较妇媚的动作 来 跟我 做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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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好 接下来右边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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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就是你的眼神 来给我一个迷离的眼神 娘娘娘 是迷离不是迷糊 来 迷离 为了显着性感啊 下面用牙咬住你的嘴唇 娘娘 不是咬上咬上咬唇 是咬下咬唇 是咬下咬唇 真是好不 你把牙构藏起来几颗 你给朕撒开 给我撒开 皇上 加油娘娘 老老三 你看这花服长得多带劲啊 娘娘 是 妩媚 性感 来娘娘 走起来 这里 我要 几个 怎么 好 沒有 感官 好 老丁塔 你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 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 是不是就应该竭尽全力地 去帮他得到他想要的幸福 但是现在他幸福了 怎么我心里有点难受了呢 我应该替他开心才对啊 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上娘娘了 我想什么呢 人家是娘娘 我现在充其量 也就是个娘炮 他接着我难受 不是哪儿是这儿难受 宝宝 那朕回宫等你哦 宝宝皇上 宝宝回宫 小孩子 皇上说 让我今天晚上去陪他 好吧好吧 你怎么了 这么不开心啊 没有 来 本宝宝 本宝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娘娘 跟我走不就知道了吗 这 娘娘咱们上房顶干嘛呀 我经常来这儿 来来来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 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啊 就喜欢来这儿 美吧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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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其实我觉得 你没有必要为别人活着 就算没有我 没有皇上 你一个人 也可以活得很精彩啊 哎 你看 日出 美不美 好美啊 哎 所以说呀 什么事 咱都得往好处想 不论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 太阳还是会出来的 那个 这点乌云算什么呀 咱们得往好处想 起码没有下雨啊 哎呦 娘娘 这点风雨算什么 哎 咱们得往好处想 起码 我们不用淋雨啊 娘娘 以后 你要是再不开心 就把那些不开心的事 全都喊出来 见人就是脚下 好 以后就算遇到再大的风雨 也都要笑对一切 因为 雨后 一定会见到彩虹的 哇 你看 彩虹 好美啊 娘娘 小心 小心脚下 慢点娘娘 彩虹跑不了的 这时候 真应该刷条朋友圈 娘娘 我该走了 临走之前 我能给你画幅画吗 当然可以了 给 你说 你说相思 浮云 水 明月 状态 一身 娘娘 你相信有来生吗 我相信啊 如果有来生 你想做什么 我还想给你画画 最应是佳人 春梦里 一步起 春梦里 当教台那幅画就是他画的 他画的 他穿回去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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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美了 我完美了 我还是那个完美的美男子 太好了 美男子 来 我们继续学习这幅画 这幅画的点睛之笔 就是他手中的这朵白莲花 这 老师 我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了 你画的行了吧 也有这个可能啊 行了行了 坐下 丁哥 好了 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们进行人物素描 我们请了一个专门为你们画画的模特 来有请 大家好 大家好 音乐状态千鲜痴 年华偶然谁弹醉 一时将会出现 一九四二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蔓延到斯大林格勒 战况十分惨烈 因为日内瓦公约的约定 战场上不得随意攻击 医务人员 所以当地许多村民为了生存 假扮成医务兵 冒死到战场的废墟里 搜寻一切能用的东西 好 同志 同志 还有活着的同志吗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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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想不到 你真的就这么死了吗 那你这手表可就是我的了 对不住啊 都是为了生存 你这戒指也不错呀 你瞪我干什么 你要能活过来我就还给你 你要能活过来我还高兴呢 你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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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活着的同志吗 同志 真不敢相信 你就这么走了 那这块手表可就是我的了 都是为了活着 这挺难厚啊 你瞪着我干啥 你要是能活过来 你要是能活过来 我就把东西还给你 我还替你高兴呢 陆正 你别瞪着我了 你还瞪 你还瞪 你别扒拉了 你别扒拉了 你还瞪瞪 爱比比比比达拉 扒拉个啥呀 往哪儿跑 你还要扒拉了 你还要扒拉大 把东西给我呀 东西是我的 你的 东西是他的 那位同志 牺牲在了我的地盘上 那就是我的 不要脸 给我走 你叫什么名字 想知道我叫什么吗 我知道 你叫不要脸 有男朋友吗 跟你有关系吗 一个大男人 不去战场上打仗 在这跟一个女人抢东西 我有三个哥哥 都死在了战场上 我得活着 我得照顾我妈 对不起 就完了 就不想 再多安慰我一会儿 凯 义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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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呢 义务兵看到兵营 不是应该马上就冲过来吗 你们怎么还怕些睡觉了你们 后边快点快点 快救救我战友 义务兵 快 快 救救我战友 同志同志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义务兵 其实我是个厨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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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救救我的战友好不好 我救救你的救救他吧 我我也是假的 我是个裁缝 这身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 你是个厨师 你是裁缝 你可以给他开刀 你可以给他缝上 你们俩在一起不就是医生吗 我求求你们救救我的朋友吗 我求求你们救救我的战友 一万亚历山大卡吉罗夫 小达夫 其卡吉普斯 我打一万罗夫为奇 卡尼尔美尼尔摩罗夫斯基同志 来不及了 他已经走了 你为什么起这么长的名字呀 叫他小名好了 兴许还能救过来 我叫他就是他的小名 我的全名叫 算了 天黑之前我还得回去呢 李嘉弹佩 同志 保重 你们也保重 真后悔当初没有学医 要是我会议的话 心虚我就能救那个同志了 这就是战争 生命在战争面前 是这么脆弱 这花好看吗 我可以为你戴上它吗 干吗 是我下人还是花下人 别开枪 我们是医务兵 战场上不可以杀医务兵的 医务兵 医务兵 找的就是你们 快 给我们长官做手术 取单片 快 要不然现在杀了你们 坏了 正帮我们当医生了 那怎么办啊 我们什么都不会啊 今天别死在这儿了 我们 做不了手术 我们没有东西 放屁 你俩 你俩还没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到底什么玩意这是 给人看病收的红包是不是 真的不是 我们不会收红包的 这是我们给他们做手术 他们非要塞给我们的 这真的是误会 这误会已经误会了很多年了 都没有解决 真的 这个靴子还值点钱 长官 我什么都不想收 你能不能把鞋穿上 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不拿回来 好吧 其实 我以前是个赤脚医生来着 我破个例 我把鞋穿上 你也把鞋穿上 你不是医务兵吗 你是生化兵吗 彼此彼此 可是我还是没有东西做手术啊 这 这也太顺我的手了吧 再疼 再疼 长官 这么一点伤一个创可贴就可以了 立刻做手术 那把扇疼吗 臀肩这块疼 我哪儿都疼 我哪儿都疼 长官 这实在是太严重了 你有家属吗 我就是他小舅子 有事跟我说吧 伤情太严重了 我建议换家大医院 换大医院 你 你 快 有缝纫机没有啊 有个顶针也行啊 怎么啥都没有啊 好 这伤口三寸六啊 这里 这里 是 是 是大只 长官 你 你 你忍着点啊 哎呀 缝 缝好了 缝 缝好了 不取出来就缝啊 你是怕蛋片丢了吗 对不起 对不起 犯蛋玩意 白食指这么多年一生 回去 滚 回去免病去 这 这点 别哭 至少不能当着他们的面哭 你流血了 帅吗 你几月的生日 我想送给你个男朋友 你可以跟他弄个组合 他去捡东西 你生孩子 他盖房子 你生孩子 他家里地里干活 你生孩子 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就叫 你生孩子他干啥都行组合 漂亮 报告 好 长官 蛋片都已经取出来了 但是我们没有止血的东西 我派他回去 取下那些东西将功不过 不用 是 用这个 你忍着点啊 你忍着点啊 还来吗 再来 回去拿去回去拿去 赶紧回去拿去 赶紧回去拿去 回去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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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血的东西消毒 快 那你怎么办 别管我 回去拿 记得回来找我 去吧 去 去 我叫那他杀 队长 第一军装甲兵过来了 去 你 去 做 做 这 好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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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同志 你醒醒 你还没有告诉我自己的名字呢 天啊 拼命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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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озови меня грусть печальная 誰說城市套路深 我一點都不想回農村 城市真好 人真多 一 二 三 五 八 十 二十五 輸 輸 輸也輸不清楚 用精神 精神做兄弟 未來 喂 小寧啊 大凱 收到我給你拔的地址了嗎 收到了 財富大街 888號 你先別來 趕緊抱 抱 抱誰啊 抱誰啊 還抱誰啊 不能 不能白抱 一會要投票 不抱了 不抱 我還要找財富大街 888號 八棟808呢 請問這裡是888號嗎 就在那邊 就在那邊 大城市真陽氣 看門大夜還燙頭 謝謝 謝謝 8888號 888號 你找誰 我找王小寧 你是他什麼人呢 我是他兄弟 他叫我來的 請進請進 來來來來 好 來進屋啊 哇 還上鎖 大公司 安保 就是做的好 傳承 致奉理念 消遍銀河宇宙 橫批 發展下線 拽錢拽錢拽錢 連隊 親人們 我們為什麼來到這裡 拽錢拽錢拽錢 成功的方法是什麼 跟著人 聽見話 做的事 一心一意為老闆 嗨 二話不說把活幹 嗨 三個想想把錢轉 嗨 好 為了歡迎我們的親人 給他一個 热情的拥抱 谢谢 谢谢 这位亲人 这位亲人往下抱 不用了 我觉得和这位亲人特别亲 拉开 好了 欢迎一试 就此结束 干嘛干嘛 你好 我是这个公司的经理 是这样 把你的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为什么呀 我想看看你长得帅不帅 我妈说我像郑凯 你说我长得帅不帅 帅 给你 那个把你的手机也给我一下 为什么呀 我看你用的是不是Vivo X7 你咋知道呢 真是 给你 好好好 对了 把你身上这些贵重的物品都交给我 我帮你寄存一下 好 给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宁让我来这大公司 大公司 挣大钱 回去 大发了我又 我 我帅吗 我酷吗 说的都是 实话 哇 你工作好认真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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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给我抓住他 抓住他 抓住他 小宁 大凯 小宁 大凯 小宁 我终于找到你了小宁 大凯 小宁 你怎么哭了 你受什么委屈了 我什么都不要说了 小宁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好吧 咱们准备开始上课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让我来的 财富大街888号 我不是先让你别来吗 对啊 你让我先抱啊 我抱了 你抱什么了 我抱了 他 还有他 你抱他没有什么用啊 我让你抱紧 我抱得挺紧的 大凯 这里是一个传销窝点 这里所有的人都被洗脑了 现在整个这里 只有我一个是清醒的 你看 你可拉倒嘛 你还背个笛子 你哪儿清醒了 这把不是普通的笛子 它是一把魔笛 只要吹起它 所有的人都会情不思惊地跳舞 小宁 你醒醒吧小宁 你快醒醒 我现在很清醒 大凯 你知道吗 你来之前 他们天天给我洗脑 天天给我洗脑 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 我恐怕就被洗脑成功了 小心 小宁 那我们什么都不说了 快走吧 这位亲人 你要干什么去 小宁你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挺好的呀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看 这里多么美好 这里每个人都这么可爱 在这里充满了奔斗 热血 青春 我感觉在这里好有火力啊 小宁 我们还是快走吧 走什么走 上哪儿去 经理 我报告 他要逃跑 哎呀小宁 没想到你突然之间就顿悟了啊 特别好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业务组长 新经理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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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同学看起来是比较落后 咱们一起帮助帮助他 好吧 来 想不想进步 想办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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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啊 这个同学进步比较慢 所以呢我们慢慢来 先坐下吧 我们开始上课 来小宁来一下 这个是一碗粥 这呢有两把勺子 我想问一下 小宁你现在可以用这样的勺子 喝碗里的粥吗 显而言可喝不到 那怎么才能喝到呢 小宁 这叫分享 来现在有你让这位亲人也体验一下 好 来 这位亲人给 给 这位亲人给 经理 他喝了那么多 那么多口粥 我一口粥都没喝酒 怎么可能啊 来来来 你喝一个我看看 还能这样吗 你等着 你给我看好的 所有人都有了 来 我一定要想到一个 比他喝粥还简洁的方法 跟我走 想骗我 你这个情人 一点都不懂得分享 你怎么赚钱你 小宁 小宁你快醒醒吧 小宁 我醒什么醒啊 你要快点觉悟啊 我们好一起赚钱这步 赶快把这下线 小宁 我要怎么样才能唤醒你啊 小宁 唤醒我什么也唤醒 我现在很清醒啊 小宁 你记不记得 我们小时候 好多小朋友都打我 所有人都跑了 只有你留下来 看着他们打我 看着他们打我 然后我哭 然后你也哭 你哭起来特别难听 是这样的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 没来时来时再想你 要有的和美也没你也想 大凯 你怎么来这儿啊 我这是一个船交窝点 这太危险了 快咱们赶快走 快 好 好 这位亲人你要干什么去 想跑是吗 回来 经理 大凯 你忘了 你哭起来特别难听 是这样的 大凯 你怎么来这儿 这是一个船交窝点 我知道 这是特别危险 快快快 咱们快走 好 快快快 这位亲人 你要干什么去 想跑是吗 啊 我告诉你 进来你都跑不来了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 没来时来时再想你 倒流的和美也没你也 大凯 你怎么来这儿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船交窝点 我知道 这可别危险 你知不知道 咱们赶快跑 你知不知道 大凯 大凯 你先躺一会 我要上个厕所 在厕所 有窗户 不要看 不要看 我还有个牌子 传销报人警 报人警 刚才那个人吗 记得要报警了 他怎么了 记得 人吗 人吗 我在这里 你们这帮坏人 你们搞传销 你们欺骗老百姓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 你们简直天理不容 齐手不容 好啊 竟敢污蔑我们传销组织 今天我就让你看一看 我们组织不光能传 还能修 我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怕你们的 不要打脸 我笑他 大娘 传销五郎伐卦棍 大娘 救命 不信 不信 救命 好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我也是 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完蛋 太好了 有人捡到钱 有人报警了 不好 警察来了 大宁 快跑 大宁 你没事吧 大宁 你个坏人 坏人 你不许跑 放开我 你不许跑 放开我 放开我 不许跑 刀 大宁 大宁 快吹 这个挺好的 这条鞋 真的不错 对 一合一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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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叔 压腿呢 嗯 压这么老高啊 我这条腿就不行 为什么呀 这条是真腿 这条是假腿啊 怎么弄的 哎呀 想当年 在场子里边 收着小流氓 见义勇为 不提了 不提了 贾凌啊 大爷这条腿 压了两个多小时了 没一个人过来 你帮大爷拿下来吧 好 好 好 再见啊贾凌 诶 张叔再见 贾凌 妈 你不站住 哎呀妈 贾凌 这孩子我看可及人了 你干嘛呀你呀 你说我带你上你老儿家来 你陪陪他 你怎么了 你跑什么呀 妈 我老儿我陪不了 你没良心你 你说你老儿多喜欢你呀 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 脸上啊脸上啊 你怎么就呆不了 他要缝我裤子 你这孩子呀 你能让妈高兴一天不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啦 你哪天让我高兴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啦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啦 你哪天让我高兴 你说这还多气人呢 可他吹我 可他吹我 贾凌这节目是缅怀她的妈妈 豆腐 刚出锅的豆腐 豆腐哪儿 刚出锅的豆腐哪儿 今天下班倒挺早 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 听说特好看 有女排是吧 有狼瓶了 铁狼的我还 张叔 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啊 你谁也就管叫叔啊 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那个 你是不是张江 是啊 家住东方路 是啊 右腿有伤 因为剑与勇为蛇的 那不是 我这条腿啊 是调戏妇女 被剑与勇为的人打蛇的 张叔 嗯 这是哪年啊 86年呢 这是化肥一场吗 是啊 我妈呢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 上来就找妈妈 你是小蝌蚪啊 不是 那个 李幻英在哪儿 就在这儿啊 不是 你谁啊 我我 我是她家亲戚 这不来了吗 在那儿呢吗 唉 你说最近啊 我这右眼皮就总跳 就总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 唉 站住 干啥呀 你看谁来了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一上一遍 哎呦 我欠了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你是 你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你 你叫李幻英 谁叫我啊 谁叫我啊 我叫王铁钢 这整差别了 上来就抱我 这够吓一跳 我就说右眼皮跳啊 不一定啥事发生 哎 你是李幻英 是我呀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你是 我 我 我 这不你亲戚吗 省城那片的 我亲戚 哦 对对对 你认识刘玉芬吗 那是我老姑 那是我姑老 哦 那你是我姑老 那你是我姑老 我叫你鹰子 你叫我链 行 那你来得正好啊 你跟李幻英说说 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 你说说他 哎小真儿 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 你说这事干嘛 你这二人怎么看我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 你开心不就完了吗 说说 你喜欢那人什么样 我帮你追 这不挺好吗 啊 你俩聊吧 行了我走了啊 谈不成有我呢 腿能恢复 别信他 他腿一直恢复不了 哎 哎 那个 你还没说你喜欢的人什么样呢 哎呀 我跟你说啊 我喜欢的人吧 叫欧阳祝 他是我们场子 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 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 每天中午十二点 他就有广播 哎哎哎 你听 忙碌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 化肥场网络站准时为您播音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 不是 欧阳祝 化肥生产一茬茬 谁也别忘自家拿 下面请欣赏 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场的门卫老张 送给一场所有员工的歌曲 一场游戏 一场梦 哎 那我们去哪能找到他呀 小姑娘们 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是谁 化肥三少 我们是化肥三少 我是黑化肥 我是灰化肥 我是法灰 我们就是 黑化肥 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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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吧 他不是谁呀 他们是我们化肥一场最坏的人了 啊 啊 我们没有钱啊 谁说我要结你们钱了 对啊 啊 我今天来是想结个色 啊 你们不要这样 人家还没有谈过恋爱呢 你们不要这样对我 你上一遍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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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瞅你兽地跟个刀链似的 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 哈哈 那个 小胖丫头 哈哈哈哈 能不能跟我出个对象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实话告诉你 要是在我那个年代 我就同意了 什么意思啊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 几乎没人追我 那就对了 在我们这个年代 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滚一边去 大哥 那个你要是本着啥的话 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给你呗 你别个着了啊 住手 你们这是搞事情啊 成二老 放开那个姑娘 让她像蝴蝶在丛林中 自由地飞舞 不要不要 大哥 快来 别 别 别 千万别打欧阳柱 不打欧阳柱 我打你啊 哎 我 哎哎疼疼疼疼你干什么 兄弟们给我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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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天呐 哎 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 咱们撤 哎呀 哎呀 我杨俊儿 你没事吧 他不行了 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我好了 啊啊啊啊啊 我的天呐 你打人怎么那么痛 我感觉 感觉像被大伤撞了一样 知不知道 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啊 哎呀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 我还满意 倒有苦 yard withdrawal 我跟你说啊 刚才那几个人 我并不不不 不是怕他们啊 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 我兄弟在我打 打死他们 你兄弟去哪了 奔跑去了 没事没事 你兄弟不在 我给你介绍个姐妹 你看 鹰子 鹰子 你干什么呢 不是 莲儿 她真的太优秀了 我紧张 鹰子 我跟你说 她并没有那么优秀 看我如何撕掉她虚伪的外衣 让她原形毕露 别 她真的是个人才 别这么说 人才不敢当 多前夕 我是天才 看我的 欧阳柱 怎么着 你嘚瑟什么呀 你不就是工厂里 区区一个播音员吗 整个镇子可大着呢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谁在说话 区区的播音员 我告诉你啊 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 镇长只对我一个人 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 小伙子 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第二句呢 爸永远支持你 爸永远支持你 你干什么呢 欧阳柱 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 你敢不敢 可以啊 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打精的 你爸是打精的呀 那你挺难的 好笑吗 好笑啊 笑吧 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哭 是链被人 Falta 首先呢 我是个男人 我不能欺负你啊 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 让咱们就比一下 绕口令吧 请听题 白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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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塔 搭好白石塔 白塔 白用大 来来 你 你跟我来啦 白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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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打他了 什么 你这搞事情啊 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做他的呀 欧阳重 不管怎么说你输了 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 我也没有别的啊 就是让你坐这儿 陪英子聊会天 行 我输了啊 坐下可以 聊天不可以 为什么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别看了 不可以 别看了 不行啊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你干什么 那本书很难买的 整个场区只有两本 知不知道啊 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我让你看 坐下 聊天 哇 你是阴病啊 我不坐 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 是因为我腿酸了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扔了 没关系 但是那个你知道吗 西游记特别难买 哎 你也看西游记啊 哦 怎么你也看吗 对啊 我看了好几遍呢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你喜欢哪个章节 三大白骨鸡 豆腐脑 刚出锅的豆腐脑 哎 去那边卖去 这边聊事呢 让你去那边卖去 跟你说了你不听呢 豆腐脑 刚做出来的豆腐脑 没事 没事 你们俩接着聊 接着聊 那个 没想到那么巧啊 是啊 好巧啊 对啊 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是的 我以后的梦想 就是开一间书店 刚好 我有一间书店 豆腐脑 刚出锅的豆腐脑 让你卖 豆浆 豆浆 刚磨好的豆浆 我猜的 还卖什么 卖框 刚弹过来的框 没事 没事了 它没的可卖了 你们俩接着聊 欢迎了 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 你跟我一块去 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 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啊 就我们俩啊 这不好吧 这得尴尬呀 尴尬吗 没事 实在不行 我可以 叫个朋友 哎呀 带什么朋友啊 我朋友人挺好的 对了 和你爸一个职业 打精的 贾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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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终于知道 你存在的意义了 备胎 行 那那就说定了啊 这个明天 明天我们再见 行不行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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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石塔 白石塔 白塔塌了 搞事情 你 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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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吗 开心 太开心了 我谢谢你 谢谢你 李铃 你开心就好 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好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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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声音 没有啊 走走走 哦 鹰子 我不去了 我得回去了 怎么了 你要回家呀 啊 你着什么急啊 吃完饭再走呗 不了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 哦 那也行 那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等我回省城以后 你已经不在了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那咱俩写信 行 那回头我给你写信 那回家啦 好 再见 哦对了 你的地址 莲儿 莲儿 怎么这么快啊 这挺好的啊 嗯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英子 给大家播一个新学的绕口令 白石塔 白石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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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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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门啊 你等会儿啊 咱俩破哥们啊 你猜哪 我心里啊 妈 你叫我什么 我是你女儿啊 我就说嘛 你怎么长得跟我那么像 我早都发现了 我瞎了 妈那么瘦 我那么胖 对了妈 你怎么把我瘦得那么胖 你爸回来了 媳妇我回来了 回来啦 你死我爸了 来来来吃血糕 我弄化了 妈 媳妇 咱家什么时候都买个冰箱啊 不着急 等以后有钱了再买 妈 我给你买了个冰箱 双开门呢 妈知道 来 嗯 我活着是你的热热 哎 你买它干嘛呀 贵不贵 不贵 李婶还买一件皮大衣呢 等将来我挣钱了 也给你买一个啊 我不要 妈 这件绿色的皮 我也给你买了 妈知道 妈 你怎么这么爱笑啊 因为妈生了你啊 妈 你怎么这么爱笑啊 好多好多人喜欢我 我知道 我这大胖闺女 哎呀 妈抱不动了啊 哈哈 老贾 大队上放电影啊 这个去把了没有做 我带孩子先去了啊 你先去先去先去 站住啊 好嘞 我活着是你的人啊 死了是你的鬼啊 你想咋叠酒啊 咋叠啊 哇 月亮它照墙根啊 我好想你 我为你唱小曲啊 看你学啊 我心里的女主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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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知道 你如果这是你的人啊 死了是你的鬼啊 你像洒野酒啊 擦天啊 太阳又像你一样 太阳又像你一样 好活好作品 她没有在挠你 她没有在抓你 她就是慢慢的刺你的心 就是这个就是 做梁 Elly 烹火 这不是一个纯古装剧 穿越剧吗 你好 我是刚荣航的新人演员 我叫姜哥 你好 姜哥 我看你长得好漂亮 你也好漂亮 你脸很小 很适合当演员 好上镜 真的吗 这会算是谁提赛 我是有点不高兴 姐姐 我看你特别面熟 你是不是演过好多好多戏 没有 你能不能教教我 我也刚入行 不太会演戏 所以王欧是一个演员 对 其实演戏 作为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就是真性情 你要记住 所有一切虚伪的做作的表演 都是不会被观众喜欢的 哇塞 你说这些太有用了 谢谢姐姐 没事 那我得先过去报道了 好 去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加油啊 你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像我一样 谢谢姐姐 那我走了 拜拜 我真漂亮 我真漂亮 你还我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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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还呀 我跟你说 在我回来之前把传单发出去 怎么还没发呢 我跟你说 在我回来之前把传单发出去 怎么还没发呢 我发了不不就剩下这点了吗 这也不是演员 这服务员嘛 在演员 演服务员 咱们这个餐厅 是穿越主题的餐厅 你说你不宣传 谁都撞上这点了 是干嘛的呀 知道了 你说你又怎么了 我干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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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老板 那个是这样 昨天不是没有事吗 我不休息吗 完了我就去给一个剧组 当舞梯去了 但我有点学艺不精吧 不过我学了套拳 老板我给你打给你看 好不好 行别大别大别 行了 马上十二点了 用餐高峰 客人马上来了 赶紧忙起来 稍后说说快点 抓紧了 别偷懒了 快点 知道了 来来来 什么情况 我跟你说这老板真的是 你别生气啊 别想起来 服务员咱俩 不是 这是 你刚知道啊 你看你 平时咱们拍戏是拍戏 你干活还是得正常干活 是不是 我觉得表姐发了呗 我马上去发 不不不不 一会客流量少的时候再发 来人了 你好你好几位啊 两位 两位请坐请坐 好好 这边坐请坐 是吃点什么呀 把菜单拿看一下 好嘞马上啊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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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等会 等会等会 好你看着没有 啊 看不看着那个 戴帽子那个 那个 那个 你不认识他是谁啊 他是 是 你是个当演员的 你怎么认识他是谁呢 那不是国际著名大导演 许俊聪吗 大导演 大导演 电话 果妇 行 那女三就定宝宝 好嘞 他说啥 行不行 行不行 行 行 他说啥宝宝 他说女三号 定安德拉宝宝 那女一号是谁啊 我给你讲了 你现在就是机会来了 你爹把握住这个机会 知不知道 你这样啊 你听一听 听一听 听他们说什么 何老师 你说咱们这几天 见到的所有的演员 没有一个能让我满意的 不是就是想找一个 新人女演员 来演咱们这个女仪 就这么难吗 关键呢 现在这个演员呢 实在是不好找 一 新人 二 会讲粤语 我也是没有办法 那何老师 要不然 你再费心 把剧本修改一下 不行啊 粤语 不仅仅是方言 更是一个大的 一个时代背景 一个大的环境 牵一发动全身的 这个问题 这个女一号 不仅要说粤语 而且还要可爱地说出来 这是不能变的 那怎么办呢 找不着我 听不听他说什么 他说用粤语 你不就会粤语吗 这样 你这样 咱们自然一点 咱们呢 就是把这个 咱们就把这个菜单 你就是给它点菜 然后你把这个 这个特色菜 给它拿粤语抱出去 我用粤语说 我用粤语说 而且啊一定记得 他们刚刚说的 用可爱的方式说 咋可爱啊 这可爱啊 你给我演个 大刀剑 在这呢 现在 我给你整杂了 快快快去 菜单来了 你好 你们叫什么特色菜 特色菜是 野菜了 哈哈哈哈 有土豆丝啦 野菜啦 有土豆丝啦 还有卖上树 还有野鸡炖大萝 还有大白菜海大炖冻豆腐 超级无敌海鲜佛跳墙 两位想吃什么呢 哎 王翁说的粤语很标准啊 对啊 那个味儿是对的 他是广西人是吗 广西人 广西人的粤语很好的 是吗 就是基本上讲的是一样的 稍稍稍加改变就是广东 广东话 小鸡的什么呢 太好了 说得真好就一句没听懂 啥意思 呃就是 半野菜土豆丝 蚂蚁上素 野鸡炖大鹅 大白菜海带炖冻豆腐 超级无敌海鲜佛跳墙 哎有意思 小鸭还挺有意思 你知道吗 你给我来一个 特豆丝和野鸡炖蛋糕 好 特豆丝和野鸡炖蛋糕 好吗 好 再加一个三圈儿童水鸡 儿童水鸡 没问题 再给我加一份 菠萝包和虾眼炒饭 呃 菠萝包和 对 虾眼炒饭 虾眼炒饭 炒粉 虾眼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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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得看你去吧 喂喂 虾眼炒饭啊 哦 比我专业 专业 年轻人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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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废邪了 废邪了 不不不 慢走啊 稍等啊 这个年轻人挺有意思 吓死过了 太棒了 你说太好了 老婆 我现在还有个事挺愁啊 什么事 你看啊 粤语这个事 咱就暂且不提 你说这个女一号 还要会唱京剧 你说我找遍全国我也能找到啊 你说这个 这演员太难找了 我跟你说啊 何老师 就是我 我觉得女一号唱京剧那场戏 是你整个剧本的 最核心的那么一个点 最核心的那么一个点 假如说 我们找到的女一 要是不会唱京剧的话 那这个戏 我宁可先不拍 你什么意见 等了 这不就贴上 掉一个大馅饼 鸭鸭鸡砸你脑袋上了吗 怎么砸呀 我都不会 你怎么 这关键时刻 金剧 你开玩笑 你每天早上 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你不都在那唱京剧呢吗 你还教我 我根本绝不会 你天天唱 你忘了 我想打死你 我想打死你 给嫁门了 好难 你这样 距离地上菜的时候 然后顺理成章地 展示一下自己的京剧 好好 上水浆 加油啊 加油 加油 来喽 咱快 很快 睡觉 两位可可慢用 睡觉 厉害 我秃得死 饭圈 饭圈 什么馅儿的 猪肉 败彩 你这饺子皮上为什么是绿色的 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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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菜汁是吧 糊的面是吧 好 学过京剧是吧 一点点 虽然说真假声的转换 嗓子还是有点破音 有点嘎 有点嘎 何老师 我觉得啊 咱们女主角需要的那个特质 在她刚才身上展现出来了 有这个样子 你有没有兴趣演我们的女一号 有兴趣 有兴趣吗 那这太好了 当然了 我在这工作就是为了 就是想那个接近各个剧组 可以有机会成为一名演员 有机会了 那你 这 这太巧了 你这样小丫头啊 这个是我们女主角 在剧里边的一段台词 你现在用特别悲伤的状态 来把它给我诠释出来 试一下 别紧张啊 对 悲伤啊 对对 试一下 加些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啊 对 变炮声声 辞九岁 基调高点 高点 欢声笑语 赢嘉宾 在北边 曾经的各位来宾 各位领导 差一日 各位听朋友好友 先生们 女士们 要有节奏 活泼可爱的小朋友们 怎么的了 大家好 一来都哭了 哎哭了 吴建都交媒体了 真的一年到了 我来家小朋友们唱一首歌怎么样 唱啥 小燕子 穿花鱼 情绪往下哑 年年春天来这里 鸡票再往上走 我为燕子你为啥来 为啥 燕子说 我 你谁 你管吗 我的天 我哭了 身边 好演员 好演员 快走出来 跳出来了 我去 真有马骨探子 阿翁 完全斯坦尼的体系 非常的规定情境和走人物 我喜欢 我喜欢这样的演员 何老师 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担心 马上定开机时间 肥 特别好 我跟你讲这 哎 那个这样 不行 你能不能先回避一下 对 是我演的还不好 挺好的 特别有灵性 这样稍等 然后我们再 我跟何老师我们再交流 给我们一点空间 那我先下去 好 谢谢导演 挺好的有灵性 来 来何老师 不是 怎么了 挺好 我突然觉得 有一个问题在 什么问题 你记没记着 我写的一场重头戏 是这个女一号 在饰演一个服务员 被老板批评之后 发飙的一场戏 那场戏 你知道吗 需要张力 需要有爆发 后边有事 这就是点的吗 对 你看这个吧 我怕她进不去 你说是不是个问题 的确是个问题 我听见了 你干什么呢 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出门你就偷懒了 没有没有 不是 你还想不想干了 我干着呢 他们在吃饭呢 我正好给他们上菜呢 传单又没发 你不是说我晚点了 现在不是有客人吗 我先招呼客人 我告诉你 王老师 你要再这样 这个月工资一分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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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老板 你不能这样 我发的 我今天下班前必须给他发完 我发的 我发的 快找茬 你快发脾气 发脾气 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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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点菜 我还在上菜 菜还没上完呢 带这个态度 赶紧收入一本 听见没有 我们地方不想闲人 知道了 知道了 不是 你还想不想干什么 这个月工资一分钱没有 偷懒了 传单发了吗 客人招呼了吗 我身体 我身体 我是一出门就偷懒 是不是 传单发了吗 赶紧收入一本 听见没有 传单发了吗 客人招呼了吗 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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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儿就发 怎么了 我现在这不招呼客人的吗 股豆丝还没上呢 你天天都这么苛扣我们 我一个人干两份工 这还不行 怎么着 我一会儿发传单 一会儿上菜 我要干吗 你想不想干了 我怎么不想干了 我有点梦想容易吗 你天天就这么苛扣我们 扣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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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不想干了 看你这个老板就不想干了 行啊 赶紧滚 赶紧滚 听见没有 真苛扣了 好 好好好 来来来 你来 来 坐坐坐坐 年轻人的 正式恭喜你 加入我们剧组 谢谢导演 来扮演女一号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准备 开始 喂 妈 是 我 那个我马上就要开始面试了 你放心 这一回我一定会得到这份工作 我一定会努力的 是 到时候 您就不用再去给别人当保姆了 对了 对了 咱们下个月的那个房租 也就不用愁了 等我的好消息 没问题 没问题 怎么样 怎么样 刘洞 怎么样 面试怎么样 还行 还行 但我发现面试官挺有意思 就爱听好听的 你越拍的马屁越开心 越拍的马屁越开心 一会儿进去 你就多说好听的 多拍的马屁 感觉行啊 谢谢 多说好听的啊 谢谢 谢谢 家长 好嘞 好嘞 我有事不等你啊 行 晚上回去请你吃饭啊 好嘞 好嘞 特特特特特别喜欢听别人拍马屁 承哥 加油 老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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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得真好啊 老板 好 谢谢老板 老板 莫非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泼墨山水画吗 泼墨山水画吗 小伙子 小伙子一表人才啊 谢谢老板 画得太好了 真棒 真的好 懂画 略知一二 你看看我这幅怎么样 好像是谁拖把拖过去 好 虚中带实 诗中带虚啊 杭家 小伙子 来 你看看这幅 你觉得这幅怎么样 这幅就比较 比较 比较一般的发挥我觉得 它是这个 杭州西湖嘛 这是雷锋塔对不对 你看我能看懂吗 你看这幅就不一样 这幅你看我作为一个凡人 我就不懂 但它很厉害 我一进来就记场 啪一下 进来就记场啪一下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幅雷锋塔 我们科长画的 我老烦他了 他猜到了 他如果夸的话就不行了 太聪明了 老板你看我这个 好好好 我先 这样吧小伙子 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叫什么名字 应聘的什么专业 这个就是我叫陈赫 这个学历是大学本科 然后应聘的是销售员 销售员 很好 我看你这个简历上说 你是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销售营销专业 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销售营销专业 零四级二班 在他手里吗 没在他手里 他是没有词 他也太厉害了吧 背下来了 恭喜你 你被 入用了 真的 恭喜你小伙子 谢谢老板 小伙子我看你这个简历上 拿过很多荣誉 那个年度销售季军 年度销售亚军 这样 来到我们公司之后 一切从零开始 那当然了 把你之前这个荣誉忘掉 来 把简历拿出来 跟着我一起来 把它给撕掉 咱忘掉它 一切从零开始 跟着我一起来 忘掉它 撕掉 忘掉荣誉 忘掉荣誉 撕不得 忘掉荣誉 忘掉荣誉 好好干 你放心有老板在 是 一切都照着你 好好干 走 走你 老板太感兴了 太感兴了 干嘛呢 你们 干嘛呢 你们 你能不能坐这个位置 你干什么呢 不是我那个路过 我看这是没人 我就坐着 没人 这是招聘官的位置 你坐着干嘛 你是干什么的告诉我 不是我应聘的 应聘的 对 刘晓能 刘晓能 不是 应该是到陈赫 这 陈赫 这 你陈赫 那你出去等 你坐这干嘛 冒场了是吧 不好意思 记住我 刘晓能 这还能长得神经兮兮的 是陈赫吗 是 坐 不好意思 没事 他弄那么乱 你看 这个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范铭 是这次呢 就是这个招聘 我是销售经理 应聘官 好 你的那个 你的去简历了 你的简历了 简历 简历都带了吧 老板 我 我 我如果说我的简历 被刚才那个神经病给撕了 你相信吗 他撕你简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说我说是在 可能是因为高兴吧 高兴 但是没有关系 老板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口述 我可以口述 你自己简单介绍化你自己 比如说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大学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 就是具体什么系 学的什么专业 还有什么 具体的 具体的 学的 学的是市场专员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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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的用一些 小伯虽然你回答的不正确 但我至少觉得你挺聪明的 其实我们是生产化肥的 陈河亦 苦笑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销售广东地区 广东地区 所以要说粤语 我怀疑你可能 说不了粤语 粤语也还可以 真的 对 你看 你和我和大家和 我和你 行 你这个能过关 龙趴不离了 龙趴不离了 来来 小刘 来来 快 来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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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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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面要吃饭了 我不会放在眼上 你是否要吃饭了 你自己嘛 你是否要吃饭了 我还不吃饭了 我是否要吃饭了 我吃饭了 是 我不吃饭了 我吃饭了 你听我说 是 你懂吗 我说 我自己想 摔 打打打 啪 我觉得 晴慧太难搞定了 真的太难搞定了 他太聪明了 对 你不怕梦 你不怕梦 不是 他说什么 我没听懂 你翻一下 你们说的什么这会儿 越来越越 是越语吗 你这个啪 是干嘛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们的视野必须一步 一个脚印的走 每一步都走扎实了 对不对 太好了 晴慧太好了 我们俩交流了好多 他对公司未来的发展 他提了好多建议 好的 有五六点的样子 扔开 你就聊吧你俩 我过去了 晴慧 哪五点 好的 让我很感动 你是哪五点 来 五点 五点就是 产品得保证质量 好 产品保证质量 产品保证质量 员工得保证心情 是不是 然后办公室纪律要好 销售要有创新 永远围绕在老板的身边 还不忘了一次开始的任务 编出来了 拍马屁 永远围绕在老板的身边 此时此刻 我只能说 你真的很不错 你真的很不错 你真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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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不错 老板 我不好意思 电话 电话 我接个电话 你不错 真的很不错 这个应该是 保证后加的应该是 好 好 小伙子 好 真的很不错 但有一点非常抱歉 刚才接到是我们老板的电话 他说 我们裁员 我们裁员 暂时不招人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老板 你听我说 如果我得不到这份工作的话 下个月我就没有房子住了 我和我妈妈就得流落街头 你和妈妈单独生活 是 所以这份 能具体地说说吗 是 你得打动我 我才能给你想办法 从小呢 我父母就离异了 对 我妈妈呢 为了让我上好大学 非常辛苦 就一直 在别人家里做保姆 每天工作 十二个小时 然后现在我大学毕业 希望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帮助我妈妈 减少家里的一点压力 陈鹤的出发点是只为母亲 不被赶 赶在大街上 对 所以承受了好多 对 委屈 我理解了 小伙子 不多说了 那啥你这样啊 我妈妈 董事长请来 你原封不动地把这原番告给他讲 我相信应该能打动他 竟然还有董事长 有完没完 我还以为 董事长只是电话里的一个人 董事长 董事长 这样的 这位小伙子非常有才 这样 他有一番话想跟你聊聊 董事长 就是 董事长 都应该要 董事长 都应该要 判断 不 说死了 我告诉你 你跟你妈现在过得不好 你要负主要责任之 你知道吗 当初我把你妈抛弃了 跟你王姨在一块儿 离开了你们娘俩之后 你就应该把你和你妈的 这个生活给扛起来 这个生活给扛起来 好没良心的一个人 抛弃别人还那么有底气 还有理 你就应该把你和你妈的 这个生活给扛起来 那个时候我才一岁 岁数大了 不急事了 这个董事长哪来的 要不要我过去 直接过去好不好 你当王姨吧 我当王姨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 试一下 加油老师 王姨来了 王姨来了 明天 就点上班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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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特别好 怎么了这是 莫非是王姨 是的 老许 老许 你什么意思呀 想让你的儿子过来吞并财产吗 吞并财产吗 说说吧 怎么回事 这样啊 你先消消消息来你先坐 来 您先坐 来 我跟你说啊 爸 提问一下 你说啊 别的不说 嗯 咱们你嫁过去 连姓都改了呢 连姓都改了呢 变成老许了呢 老许汪了 这个说来话长啊 你说呀 你说呀 虽然你要记住了 你现在为什么能长这么帅 你继承了你爸我的基因 啊 好了 够了 这样吧 我决定了 要你儿子过来上班也可以 嗯 但是你儿子过来上班 但是 你得过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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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一同一同 你们两个 玩得是不是太大了 你们俩商量吧 我走了 你们俩商量吧 我走了 我走了 什么情况 哈哈 哈哈哈哈 懵了 啊 这一趴是记性的 我看他都往上来 我说呀 呀呀表妹也一路在这儿 所以我说陈亨有多聪明 这位该不会是 王姨 哈哈